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监察院精锐尽致 看到陈平平二皇子双拳肃然紧握 陈平平出现在这里 也就表示父皇也知道了这件事情 念头尚未落下 突然有两道身影飞升而来 前者银甲白袍 腰悬佩剑 后者身着黑甲 面上有须 京都守备夜中 大内侍卫统领公蝶 不仅如此 亭马亭两侧又有两道身影突兀出现 左侧那人红衣红裙英姿飒爽 正是北齐圣女海棠朵朵 而后侧那人距离陈平平三步远 黑甲蒙面 偌大的斗篷遮掩了身形 陈平平贴身护卫 九品尚高手 影子 如果说最开始二皇子还有一丝侥幸性力 那么现在他已心如死灰 单单是九品高手 就有三人 大内侍卫统领公典 虽为八品上 而他代表的却是庆帝 再加上 清甲军千余 以及监察院精锐 单靠三千重旗 如何赢 怎么赢 范贤回头看了身边一眼 心中常常舒了口气 为了对付二皇子 自己也算是底牌尽出了 与此同时 皇宫御书房 庆帝目光落在桌面上 眼眸里有神思辗转 桌面上摆着一封陈平平的亲笔信 二皇子一动 率军已至京都城外 这信不是秘信 偷偷抬头看了眼庆帝 侯公公斟酌着开口道 陛下 该用午膳了 庆帝置若未闻 好伴赏后才抬头道 你说 我该如何处置老二 听到这话 侯公公当场被吓得跪下 神色惶恐 老奴 老奴不敢妄言 庆帝又转过头去 眉眼中带着淡淡的思虑 足足良久 庆帝这才白手道 去 喊太子过来 闻言 侯公公这才慌慌张张爬了起来 忙着应声道 是 带着侯公公离开 庆帝面色寡淡 起身抄起弓箭 紧接着 庆帝随手一挥 亲笔信飘上半空 搭弓 射箭 嗖 弓箭直接穿过纸张 带着亲笔信没入远处的盔甲上 箭矢为雨颤颤 箭头没入铠甲一寸有余 而那封亲笔信 则被牢牢的钉在盔甲上 纸张完好无损 听闻庆帝召见 太子哪敢犹豫 收拾好行装后 就急急忙忙的赶到了御书房 先是在门外叩拜行礼 得到应允后 太子这才抬脚进门 刚进门 他一眼就看到盔甲上的亲笔信 心神颤颤之鱼 太子一时间又把不准庆帝心中想法 指得恭敬道 儿臣参见父皇 知道我为什么喊你来吗 庆帝目光冷峻 面孔下 仿佛藏匿着叙事待发的火山一般 喉结松动 太子再度恭身 儿臣不知 还请父皇明示 哼 现在倒是学会装傻了 庆帝抬手 指了纸盔甲上的信 这是陈院长写给朕的亲笔信 你觉得朕该如何处置老二 太子身子一颤 慌张跪地 求父皇饶二哥一命 听到太子的说法 庆帝身子缓缓靠后 疑惑道 哦 饶他一命 如果朕没有记错的话 早些时候你还说要将他 隔去王位逐出皇室 怎么想法又变了 面对气腻的询问 太子头也不敢抬 语气郑重道 早些时候 儿臣鬼迷心窍 才说出了那样一番话 如今 想通了 不管如何 二哥终究是皇室血脉 儿臣的手足兄弟啊 兄弟相残 绝非正道 亲帝稍稍点头 一撩袍袖 亲自弯腰将太子扶了起来 你能明白这个道理 最好 用膳了吗 朕让御膳房准备些吃食 随正一同尽善吧 是 太子已经是满头细汉 这个档口上 却连擦都不敢擦 儿臣尊旨 而远在京都城郊 停马停的二皇子 额上同样有汉朱隐线 大事已定 二皇子此时已经无力回天 目光落在范贤脸上 二皇子牙关紧咬 模子里夹杂着难以言明的意味 动手之前 他还特地派人查明 确定黑旗并不在京都 而且上次被范贤利用过的 京都守备军毫无异动 这才有了派出众旗袭杀的局面 但让二皇子万万想不到的是 黑旗虽未动 但陈平平却轻负现场 京都守备军驻扎京城 而负责领军的业重 也赶了过来 两久后 二皇子示然一笑 范贤 你的所作所为 的确出乎我的预料 很不错 叹了口气 二皇子翻身下马 谢甲 文言三千众旗皆是一愣 二皇子随之又道 我 败了 在二皇子的命令下 三千众旗 当场下马谢甲 束手就擒 一场骑杀 冰封为其 便随之消弭 看着被监察院精锐扣起来的二皇子 范贤 拇子一冷 栖身而上 王启年 截然色变 大人不可 陈平平也有些意外 当即到 影子 拦下他 不等范贤 冲到二皇子跟前 影子 叶仲 宫典三人 已经出手阻止 海棠 都督靠着停住 摆明了一副看戏的姿态 于他而言 范贤真的杀了二皇子才好 这样一来 范贤就没有办法继续留在南庆 唯一的出路 只有北极 只不过 范贤并没有得手 三位高手的横加阻拦 直接便将他拦在了距离二皇子十步开外 叶仲抓着范贤的手腕 震怒道 胡闹 二皇子罪责再深 也由不得你动手 宫典忽在二皇子跟前 目的十分明确 他这次来的主要目的 就是把二皇子活着带回去 范贤手腕一翻 直接挣脱开 手中寒芒乍现 这一次 影子横在了范贤跟前 虽然没有任何言语 但意思非常明确 范贤冷着脸 怒道 让开 后方 陈平平的声音悠然响起 这次 我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但你 绝不能动手 陈平平自知 还算是了解范贤 同时也明白 范贤此举 绝不是开玩笑 可二皇子 真死在了范贤手里 即便是他 都不好收场 二皇子显然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从头到尾 都是一副好侠以待的姿态 丝毫没有身为阶下囚的自觉 足足僵持了半炷香的功夫 在王启年 高达等人的再三劝说下 范贤这才收起匕首 见状 陈平平稍微松了一口气 随即一挥手 一部分监察院的人留下 配合着清甲军 积压这些重骑兵 而陈平平几人 则压着二皇子 戴上范贤 朝京都城进发 回京的路上 范贤与陈平平同乘一辆车 从头到尾 范贤都沉默寡言 似乎是因为 没有能击杀二皇子 而心中不满 盯着范贤看了半晌 陈平平嘴角带笑 道 在我面前就不必装了 范贤眉头一抖 仍自板着脸道 什么意思 二皇子不会死 这一点你早就知道 陈平平摆正了衣袖 浅笑道 所以刚才动手 不过是演给叶仲和公典看的 被陈平平一句话 倒破心中的想法 范贤板着脸的片刻 最后还是泄了劲 你怎么看出来的 虚了口气 范贤身子靠着车厢 无奈道 我还觉得演得挺好的呢 陈平平笑意黯然 微微点头 到时 宫典会把这里发生的一切 付出给陛下 你的目的会实现的 听着陈平平这句话 范贤摆了摆手 表示了然 这次之后 二皇子定会受到责罚 接下来该受到打压的 就是我了吧 按照庆帝扶弱压强的习惯 自己一下子亮出这么多手牌 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你能看明白就好 陈平平身子微微前倾 笑问道 怎么样 心里有主意了吗 需不需要我帮忙 可别 您还是离我原点比较好 范贤赶忙摆手拒绝 此番陈平平为了帮他 不仅亲自到场 还把监察院的精锐 全都调了过来 接下来再帮忙 亲弟指不定会怎么想 好 听你的 陈平平笑了笑 身子又靠回椅背上 天冷了 记得穿厚点 范贤点点头 忍不住道 以后 能别往外面跑 就别跑了 听到这话 陈平平心中欣慰 半开玩笑道 你接手监察院 我自然能退休 以养天年 听到陈平平话里的意思 范贤却不想在这个话题上计较 退休这个词 是我娘叫你的吧 可不是 提及叶青梅 陈平平眉眼中皆是笑意 他当年 没少跟我说 等到天下安宁 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他就可以退休了 找个地方养花六鸟 过咸散时光 文言 范贤急忙问道 当年 我娘到底是怎么死的 还有杀他的人 都有谁 面对范贤的询问 陈平平却撩开车脸 到京都了 想想等会见陛下的时候 说点什么吧 见陈平平不愿多说 范贤也就没有再追问 陈平平身为监察院院长 又双腿行动不便 所以被特许 可以乘车进宫 范贤捡了个便宜 尝试了一次 坐车进宫的感觉 范贤推着陈平平下车时 早有公公等候 见两人进门 那公公急忙地笑笑向前 陈院长 范侯爷 陛下让两位直接过去 陈平平稍稍点头 算是给了回复 见迎接的不是侯公公 范贤随口多问了一句 还有其他人 公公歪了歪腰 陪着笑道 回侯爷 都在 听到这话 范贤眉头一挑 嘴角忍不住扬起 这一集的内容 我们就讲到这里 精彩剧情 我们下集再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